哎 非常非常好看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椒盐大虾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净汤来 咱们这个虾呢 是属于冻虾 把这个虾呢 这样去掉 虾眼睛 虾腔 把这个枣都给它去掉 然后呢 在这虾的第三节 一二三这个位置 去下虾线 这个虾线呢 比较脏 看一下这个颜色 沙包就别去了 这冻虾 这虾还小 这沙包就出不来了 就这样 然后呢 咱们这个要求改刀是这样改刀 必须的 不改刀呢 它是入不进去味儿 看看 这样 虾的深度呢 达到1.5公分深度 这个刀口 熟了以后 翻开的 这样 太好啊 味儿就入进去了 朋友们 咱看啊 刀法还可以这样 冲上往下切 切进去以后 然后再平行一断面 把里面啊 就可以 哎 这样就行 好了 改刀是很快的 接下来我们做个椒盐 这个椒盐呢 可以省略啊 咱们就不用做 在超市里满 有现成的 各种各样味儿的椒盐啊 都有啊 咱们这个做一下 专门做这个椒盐虾用的 二十克盐 五十克粒的花椒 一个大料瓣 这样的火 炒上了四五分钟 就可以 盐呢 就变色了啊 变成有点发黑了 但呢 花椒脆了 这个叫小米辣 朝天椒干的啊 也给它炒脆 就可以啊 盐不要加过多 二十克 哎 这样炒啊 炒八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 看啊 时间到 料炒好以后呢 放这凉一下 我们把这个虾给它腌制一下 朋友们 看啊 这个虾都是洗过的了啊 不用再洗了 少放上点盐 加上黄酒 少许点胡椒粉 就可以了啊 要是虾比较大那种 要求呢 放葱姜水 咱们这个呢 虾小 就不用这个葱姜水了 放到这儿 腌味 八指十分钟啊 这么说 把这个花椒粒 大料瓣 都给它瓣成粉末状 还好 朋友们 看啊 这样就可以 好了 朋友们 现在这个油呢 瓣到六层热了 先把这个 红绿椒 用这个油烫一下 这就可以 非常好看 最后碗上一放 现在呢 上面少撒上一点点盐 好了 用这个玉米淀粉 把这个虾抖一下粉 粉不要过厚 粉要是厚了的话呢 油就糟了 浑了 你这样 抖抖粉 动一动 上面都炒到糊了 这油就不脏 看看啊 现在往里下 抓个石头片虾 往里下 我这个油呢 是花生油 油无限制 非常指什么样的油 我今天没有油了 我就放这个花生油 有的朋友会说 你这油也好像没热好啊 上面有点沫子呢 是吧 这个花生油的特别就这样啊 上面多少带点沫 看看这颜色 非常好 入口一吃这皮都是皮脆的 然后听一下声音 这就可以了 再炸上半分钟 好了 看一下 加少许的油 把这个葱姜炒出香味 下入主料 煸炒 这个时候呢 要往里放这个椒盐 这些就行 不要多啊 多了些 盐太多就咸了 还要铺出椒香味 椒盐嘛 就长得刺激 这种椒盐 这味比较好 再少加上一点点味精 好了 这就可以了 料往里一放 非常好看 啪啪两个就出来了 放到盘里 放到盘里 好了 装盘 你看看那颜色 非常艳丽 好看啊 给人一种食欲感 哎 这样 看看 最后啊 哎 非常非常好看 来 盘与妈咱们看一下 这个菜啊 特点色泽艳丽 红绿香煎 看看啊 虾尾 非常脆 吃这个虾 虾尾 虾头不咔咔脆啊 肉质非常鲜嫩 要 椒盐的这个味道 衬托虾肉的味道 一个反差 非常鲜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谢谢出位观看 字幕提供